但是在網路上我才是專家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講養網軍的話 什麼口碑行銷公司 還是政治行銷公司 多少我也是懂一些的 如果你們這樣繼續這樣鬧 然後呢 散播這些假資訊的話 我爸爸講 我哪天真的不爽起來 我直接把養網軍老家抄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記得去年媒體報導說 你上呱吉的節目 付了十萬塊 上網紅節目要給十萬塊 但是從去年開始 我發現很多國民黨的議員 很喜歡拿這件事情講 講了一整年了 我解釋了一萬遍了 每次都把這兩件事情拿來講 他把給世大運的十萬塊錢 說成是你在3月15號 上我直播的時候所收的錢 這兩件事情我每次都拿在一起講 我非常的不開心 是最早上網紅節目付費 現在你自己也承認 你上一個網紅節目要給十萬 雖然市政府說不是公帑出的 是你自己的競選經費出的 但是呢 這是你開始 養塔神楊慧如 養其他網紅 中華民國養網紅 是柯文哲帶起來的 你承認嗎 不承認 我很坦白的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說真的 到底誰有做網軍 誰有養網軍 在網路上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不敢說到底誰一定都有 但是我很肯定的講 如果有人有的話 國民黨絕對不能說沒有 今天假如說呢 在台北市議會 63個市議員所屬的各個黨籍 大家誰講自己是無辜的話 我坦白講 那些無辜的人 現在通通都不在這個座位上 那些最無辜的人就在這裡 都是那些沒錢的傢伙 我 苗博雅 黃玉芬 我們沒錢的養網軍啊 我坦白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尊重大家是政治界的前輩 就是說 所以呢其實今天講到政治上的事情的時候 我很少口出二言 我都非常的尊敬 但是在網路上我才是專家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講養網軍的話 什麼口碑行銷公司 還是政治行銷公司 多少我也是懂一些的 如果你們這樣繼續這樣鬧 然後呢 散播這些假資訊的話 我怎麼來講 我哪天真的不爽起來 我直接把你的網軍老家 抄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呢 市長你有沒有發現 民進黨大多都沒有來參加 奇怪 我們給民進黨機會 要好好解釋 要跟卡神的關係 嚇得跟鬼一樣 跑得不見了 一個蛋都沒有 那今天呢 市長你有沒有發現 民進黨大多都沒有來參加 專案報告 他們說呢 這個事情都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但今天又沒有人來 我們今天是針對市政去做討論 但他們說 今天的專案報告呢 是你跟國民黨的 我們在互相唱和 卡神案怪怪的 你今天有沒有覺得 今天會場也怪怪的 對啊 民進黨都沒有 一個民進黨都沒有 奇怪我們給民進黨機會 好好解釋 要跟卡神的關係 嚇得跟鬼一樣 跑得不見了 一個蛋都沒有 我從沒見過 一個市長專案報告 這麼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一個都沒有 市長你見過嗎 沒見過吧 市長奇觀吧 至少在我的任期內是第一次出現 對 所以就是心虛有鬼嘛 什麼事都推給柯市長 提議局是揚會無開的嗎 市長離不離譜啊 我們再往下看 好這個是官傳局 官傳局 標案的時間同一天 整個院是怎麼樣當官傳局長的 怎麼護航的 三百多萬就這樣子給 再看下一頁 2018年再給180萬 提議局資料不提供 再看下一頁 通通不提供 什麼都不提供 請問一下議員如何 善盡監督的職責 這都是大家不肯給的 市長 整整厚厚的一份資料 是我們團隊辛辛苦苦 從八月份就開始收集到現在 我現在還給局長 惡劣 請問你是要站在全體認證的議員這邊 你還是要站在包庇 包庇 這些賭職的官員那邊 市長你回答 那我們 我們 不是啊 官員是不會 今天 你對不起所有的派對事情 你落在空嗎 你默示所有議員的監控權 你還是殺死外交班的共產 接下來請問諸議員 裡面說陳冠廷在市府滿一年 他有接班市長的潛力 選後再做調整 應該會去接這個顧問的缺 請問一下市長 這是假傳聖子還是代傳聖子 沒有他們在聊天 沒有這是媒體群組喔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你的意思 你有這種想法嗎 蔡壁虎那個缺一定要補人 那你是不是就是要補陳冠廷 他才工作滿一年 你就看得出來他有選市長的能力了 沒有啦 這個還 我以為是三三副市長比較有能力耶 這個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說蔡壁虎那個缺是一定要補人的 當然他們幕僚就開始要talk 以後誰要去接那個位置 那你心裡面現在是誰有這個選市長的潛力 因為你已經宣布你2024了嘛 那你現在佈局市長 到底是三三副市長比較有潛力 還是這個陳冠廷、陳明文的兒子比較有實力 沒有這個這個還有三年的時間 給大家 給大家去努力 讓我來踏行 弟他們要幫我 封建與我 thành吉利 父道 上方